第一场战争 亲爱的小朋友 以色列人在利菲顶这个地方扎营 上帝吩咐摩西挤打磐石 使磐石出水 供应他们水喝 原以为可以好好的休息 急整顿一下 没想到遇见一桩从未有过的战争 这可是他们生平的第一场战争 第一场战争呢 到底是跟谁打仗 底布拉牧师要带你一起来听听看 在利菲顶附近有一个族群叫亚玛利 亚玛利人也是属于游牧民族 他们居住在附近的山谷中 不过他们深信好战 你知道好战的人 只要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不称心的事 就容易以武力来解决事情 当他们看见一大群以色列人 在附近扎营 很自然地认为 这群来路不明的人 对他们可是个威胁呢 亚玛利人就聚集在利菲顶这个地方 准备与以色列人征战 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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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群人聚集 要来攻击我们 怎么办呢 嗯 走 快 快 叫约书亚一起来伤党 约书亚是摩西身旁的助手 他是负责军事的领袖 摩西对约书亚说 外面 亚玛利人的军队 整摩枪插掌 来攻击我们 你 赶紧为我选出人来 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 明天 我们准备迎战 好的 我马上聚集当中能打仗壮士 另外呀 你得带领军队前去迎战的时候 我会带着手里的这根上帝的杖 站在山顶上 亚伦及霍尔都要上山顶陪我一起 成为你们后面的祷告 以及支持 第二天 约书亚照着摩西的话 带着军队去打仗 而摩西 他们上了山顶观看 照着上帝的启示 摩西把手中的杖 高高地举起 就这样 约书亚带着一群 从未打过仗的壮士 勇往直前 胜了许多亚马利人 奇妙的是 当摩西举起手中的杖时 以色列人就连连地得胜 实在举得太久了 我的手太累了 摩西啊 我看你把手放下来 休息一下 当摩西捶下他的手 以及手中的杖时 以色列的军队就被指导 摩西只好赶紧又把手举起 上帝借着摩西的手 赤力量给以色列人 不过没多久 摩西的手又酸又累 不得不再次地放下来休息 他一休息 上帝的能力又离开了以色列人 后来亚伦及护尔 想了一个好方法 摩西啊 你撑着吧 我跟护尔去搬个大石头 来帮你支撑着 他们首先搬块石头 让摩西可以高高地坐下 然后 亚伦以及护尔 紧紧地扶着摩西的手 他们彼此同心协力 一个在这一边 一个在那一边 就这样使他的手 可以稳稳地高举起 直到日落的时候 亲爱的小朋友 你们知道吗 任何伟大的领袖 甚至有神同在 并且借着上帝的能力行事的人 他们都必须要有得力的助手 这就是要领袖和助手都要明白的 也就是他们必须同心协力 摩西举起双手 亚伦以及护尔就成了摩西的左右手 或是左手或是右手 他们都成为他的支持者 上帝才是真正施展能力的源头 一直到日落的时候 这也表明战事战了很久 也表示日落的时候 战争就结束了 上帝借着英勇的约束亚 打了一场美好的仗 上帝对摩西说 我要将亚马利人从世上除去 小朋友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上帝早就预知 亚马利人是一群好战的民族 在以色列人漂流旷野的时候 常常攻击他们 他们也成了以色列人 长久以来的危险 回到了营地 全以色列人都欢呼赞美 我们圣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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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佩上帝啊 我们圣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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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为耶和华 筑了一座祭坛献祭感谢上帝 他对百姓说 耶和华是我们得胜的金旗 这座祭坛要称为耶和华尼西 小朋友你知道什么是金旗 金旗其实就是旗子 古时候 国家与国家打仗的时候 会拿的金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头 每一个国家或是军队 都有金旗来做代表 就好像现在的国旗一样 亲爱的小朋友 我们的上帝不但是一位慈爱的主 他更是一位全能的得胜君王 他要以色列人学习的功课是 常常仰望他 如果以色列人遇到了攻击时 只看那强大的敌军 那么他们必定会软弱以及害怕 上帝借着摩西的手也告诉我们 在生活当中会有属灵的征战 这些属灵的征战可能是 你的情绪起伏 或是你周遭的人事物 挑动你们的心情 以及生活上的各样挑战 这些都会不停的发生 但是我们基督徒与别人不同的是 我们有耶和华做我们的旌旗 做我们的宝藏 好小朋友 现在请把你的手合起来 眼睛闭上 跟底波拉牧师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你是我们生命中的君王 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将领 你是常圣君 我愿意一生来跟随你 求你成为我生命中的惊奇 愿你来带领我 让我紧紧地跟随你 孩子祈求祷告 乃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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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